今天带八条出门 结果他被后脸皮子给欺负了 前两天我不是给八条和姚伟一口 就装上了定位器吗 这样带他们出门我也就放心多了 今天呢我就挑了一个没人的时段 带他俩在外面溜达 原本呢都挺正常的 他俩一块散步 追来追去的在那玩 结果在拐角的地方遇到了一只小白猫 这个小白猫一看就是个小母猫 然后姚姚就被他给勾搭走了 姚姚刚走 我跟八车就撞上了后脸皮子 之前的视频里面大家总是会说 哎呦后脸皮子好可怜啊 其实你们都被表象给蒙蔽了 每只猫都骂后脸皮子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就是个蹭头 他太爱挑事了 你看他那个样 拧着头冲着八条就过来了 八条都已经发出警告了 八条你快走 我给你拦着他 你快点走 你快点走 快走 哎呀 邪给我挠烂了 八条看到后脸皮子连我都敢打 他吓得八腿就跑 你怎么那么松啊八条 啊 你也太松了吧 你能不能过去跟他打啊 臭八条 就是个窝里横 出来啥也不是 啊 这 啊 啊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刚才在外面 你是就从墙翻进来了是吧 啊 你咋这么能呢 啊 你等着看瑶瑶回来收拾你 让你刚七腹八条 瑶瑶在那儿就过来收拾你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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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回来了 刚才后脸皮子搜一下就不好了 看来梨花猫的战斗力确实是强啊 这个后脸皮子见谁挑谁 就唯独怕瑶瑶